現代人一機在手 工作 聊天 社交 網購 追劇 通通可以在手機上解決 但一打開網頁 就要你登入帳號密碼 一直忘記密碼 只是這麼多的數字 你全都記得住嗎 每一個都要一個密碼 都會常忘記 不知道自己是用 哪個方式登入 會用親朋好友的生日 加上他們可能英文 縮寫之類的 我的密碼不會太多組 但是都是用那幾組去變形 就是可能大小寫 或加標件符號 儘管現在手機有內建軟體 會幫你記憶 一換手機麻煩就來了 3C達人教你這樣記 因為以前我們長輩們 都會把它寫在紙上 但因為現在iPhone有備忘錄 那你可以把它寄在備忘錄裡面 但是現在備忘錄可以記得上鎖 你把它上鎖以後 你今天有需要你再打開它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密碼也不會外寫 或是有人會透過密碼管理系統 其實依舊有風險 因為如果遭駭客鎖定的話 個資就外寫了 你也不能保證說 駭客會不會去駭到 那一家APP的公司 因為現在駭客的 它的技術非常好 iCloud都也被入侵過了 我就不相信這個APP公司 不會被駭客入侵 也就是說我認為在密碼 你保存在任何一個地方 記得每三個月到半年 你一定要登錄進去或甚至於 自己去修改所有的密碼 而你知道嗎 密碼管理使用平台統計過 台灣人最常使用的密碼 第一名是VIP 第二名是123456 不過最近來個大洗牌了 排行榜第一名變成了 第二名還是數字 第三名則是在數字前面加一個A 只是這些通常都是用在影音串流平台 他們都是用這種最簡單的數字組合 因為這種簡單密碼用暴力破解法 真的只需要花幾秒鐘時間 就像電影中看到的駭客一樣 螢幕上列著一行又一行 看不是很懂的一串英文數字 串起來的亂碼 資訊安全研究專家說要破解密碼 真的不需要太多技巧 像我們實測一下隨意設定一組密碼 教授扮演駭客能解答出正確答案嗎 我們設的密碼只有數字七碼 果然不用幾分鐘暴力破解軟體 立刻現行 對嘛 最後就找出來了 真的嗎 在哪裡 在這邊 因為他們在RUN的時候 那往往就是說 他必須要嘗試說 今天你所輸入的字 那他經過編碼之後 他會是多少的結果 和你存在這個字典檔裡面 字一不一樣 所以呢 他就會去做一些嘗試 所以他嘗試會先從比較短 那比較有可能發生的字 去做一些比對 所以越長的話 那他去把各種不同結果 跑出來的機會會越大 那所以在這上面來說 當然你嘗 所以他在嘗試 因為要做運算的過程裡面 那就會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當然有可能會需要 百年以上的時間是沒有錯的 其實這種方式 你看到這一串沒有邏輯的字碼 就是你設定後 進到網頁後臺的密碼 接著駭客得要設定背景字庫 如果你用的是簡單又常見的組合 然後又有個人資料 身分證或者是生日 八字原密碼 不用三十秒就能倒走你帳號 甚至有資安公司實測 如果用現金很夯的 灰達GPU提供給AI繪圖的 面對數字 大小寫字母符號 就只需要五十九分鐘 雖然得要費點功夫 但速度已經很快了 只是大家也別擔心 這得要你各自的背景值才辦得到 想不被破解就是密碼 不要設的太簡單 TVBS新聞 真神微信輪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 記錄